OK,大家好,我是渔夫 又到了我们台北泡泡走的时间到了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一聊 台湾从什么时代开始呢 有去尘寺 去尘寺 我讲这个主题就蛮有趣的 台湾其实在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去尘寺 去尘寺呢,各位也知道 是香港最有名的 其实它是Wassens 但是可能是因为广东话的发音呢 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去尘寺 那么我先要讲了这一个 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去尘寺 先要讲到我们有一位作家 大作家,东方白 东方白的作品呢 每一部都是大部头的作品 要看很久啊 那它曾经呢,形容过台北大道城的迪化街 那就是迪化街了 那么它说呢,在这条街上呢 如果你给它走过一招啊 那就仿佛啊 把这个清明上河土 清愿本清和尚名土 这个因为清明上河土有两个本本的 我记得一个是清朝,一个宋朝的啊 那么就好像把这个清明上河土的连卷啊 长话给看过一遍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道城啊 几乎见证了台湾四百年的这个汉人的发展史 因为早期啊 各位也知道嘛 有所谓的同安人啊 惠安人啊 什么什么晋江人啊 这个啊 然后来到这里 然后中间有一大堆的这种变化啊 那么到最后呢 这个大道城呢 大丢地啊 慢慢的集结了非常多的洋馆 以及台湾啊 这个台湾人所开的这种茶行啊 这一类的 那么所以呢 他刚好见证了四百年来的汉人的发展史 那如果啊 你看过郭雪狐啊 郭雪狐的一部这个名作啊 叫做《兰街音镇》 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了 没看过的话 刚才网络查一查 手机上面网络查一查 查得到 《兰街音镇》 是1930年的这个国雪狐的作品 那么那个时候啊 这一张图你如果仔细看啊 它是站在一个 就是我所讲的 驱尘式的大楼前面 然后呢 他往这一个大道城那个方向 那个迪化街 那个方向往前看过去 然后整个的迪化街 他就把它画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是这样子啊 他所站的位置啊 刚好是兰街音镇的 这样看着最清楚的一个最好的环境 我有一次呢 就去跑去那里去 去去去 站在那里看 哎 真的是啊 所以 如果你是从画画的观点呢 大概 每一个画家 会站在 同一个立足点 比方说 有一次呢 我到法国的 鲁王 鲁王 那么刚好呢 那个地方呢 是印象派的画家 Munay的 他的房子在那里 那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 叫做 也就是画这个鲁王 这个地方的 拍摄的大教堂 画了几十张 那每一张呢 都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会不同的颜色呢 很简单 就是他基本上他认为 光呢 这个 射在 就反射在这个 教堂上面的时候 会因为早上 或是晚上 或是时间上的不同 产生 我们眼睛看到了 已经是 不同的这个颜色的教堂 不是白教堂 因为我们的眼睛有恒长性 所以 他画了好 好多张 好多张 那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 那时候呢 我去看看 看回来以后啊 回来呢 再看到我们这个 郭雪湖的这张图啊 我觉得 是啊 都是 我特地啊 当初我在这个鲁王的时候呢 特地跑到那个 大教堂的那个位置 就是 亲国了 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 亲国 那个时候叫亲国 在亲国的澳盟 跟广州一带活动 嗯 那个时候 当然会生病啊 因为随着不服啊 什么的 吃汗药 也不一定会好啊 所以他们 当然很需要什么 西洋药啊 那么到了这个 1845年的时候啊 有一位屈臣士 就是Mr. Thomas Watson 来到了这个香港 那就开始跟这个 皮尔森呢 这些人呢 合作了 在 就是在进一步到香港 去开药房 后来啊 他的这个子子啊 他是个药剂师 那么这个药剂师呢 叫做 雅历三大斯科文屈臣 啊 Watson Watson 可能是 呃 广东话 应该是花臣 Watson 所以呢 在 1958年的时候啊 这一位子子啊 药剂师的子子啊 他就来到了这个香港 那么开始担任这个 药房的经理 啊 而且呢 在1871年呢 这个屈臣士啊 就是正式登记为 商业的品牌 那在台湾呢 哎 蛮有趣的 台湾呢 最早的 去城市呢 是 有一位叫 台中的实业家呢 叫 李启俊 他本来在 张晃呢 开了一家叫 德寿堂 德寿堂呢 这一家是经营 这个药材的生意 那么刚好啊 那个时候 在日本时代里 台中啊 有一次啊 举行啊 一个非常盛大的共进会 那什么叫共进会 是共进会就是 等于商会 就是咱的博览会 啊 所以我们现在很习惯的 就是啊 每一次呢 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商业活动 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啊 三西产品啊 以前台湾还有个叫 Computex 因为台湾是 电脑零件的这种 电脑各式各样的这种 啊 零件的重要的国家啊 所以啊 那像这种共进会呢 那像这种共进会呢 刚好是1916年 有人说是1928年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去盖呢 这座未在大稻城的 叫做区域城市的这个大楼 哎 这一家呢 是以批花进口西药为主 那么也代理英国这个 Skot的鱼干油 不过呢 在日本时代啊 我们要理解啊 就是一般的药房 并不是只有卖药而已啊 他有时候呢 也卖一些 好像不是药的东西啊 那这个如果你到美国去 美国药房叫什么 Farmercy 那就是 也不是 也不是说只有卖药而已 有时候卖了 我自己拉个一堆 那你现在呢 到日本去也是一样啊 日本的所谓的药房 你走进去 什么东西都卖啊 也是什么东西都卖 那跟我们在台湾 好像纯粹是有卖药啦 什么还有药剂师啊 好像不太一样啊 在至于呢 日本或美国呢 他们里面有没有这个药剂师 的执照我 那要不要啊 要跟特定的医院去合作 这个我也 搞不太清楚啊 或是要不要 开这种医药证明啊 那也搞不太清楚啊 不过呢 他那个时候啊 屈臣氏啊 曾经呢 也派人啊 来到这个台湾看 那么来到台湾看的时候 因为啊 这个 那个时候有一点 我们在讲 就是商标的问题 所以呢 屈臣氏就派了一位 叫奇塔兰 来到台湾 处理这个商标 那么 就处理处理 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啊 搞了半天呢 反而把总代权啊 受给了 另外一位叫 乌世传的 神龙寺大药房 那这家神龙寺大药房呢 它是在目前的这个屈臣氏啊 你知道这往北啊 再走几步呢 这个邮举的隔壁啊 就是神龙寺啊 大药房 还是蛮有趣的啊 现在 尤其是我在 画这些画的时候 常会遭遇到 画了很多建筑的时候啊 常会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画了这一家 画了半天也搞不清楚 那你这家到底是什么 后来知道 哦 原来这家叫 神龙寺大药房 它就是在 现在你往北走几步的 这个邮举的隔壁啊 那个就是神龙寺大药房 那这个乌世传是什么人呢 乌世传呢 它也是彰化西湖人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讲这一段故事 OK 大家好 我是渔夫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台北 泡泡走的节目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啊 这一个台湾呢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有这个去城市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啊 因为去城市呢 一刚开始的时候 它在台湾的这个代理商呢 跟后来 因为出了一些商标的问题 所以呢 香港就派了他们的经理 叫齐塔兰 来到这个台湾处理商标 可是处理了半天呢 哎 反而把原来的这个 这个去城市的总代理权呢 呃 受给了这一个 你现在在迪华街看到哈 这叫做什么 呃 小益 小益城那个地方 那就是以前的去城市 现在呢 还已经把它修复了 那上面的整个的这个去城市 包含它上面的商标啦 呃 包含它上面的这一个 什么塔啦 然后旁边有两只这个龙啊 跟那个麒麟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它全部都已经给它恢复起来了 那么这个蛮有趣的 是呃 这边 这一个是去城市 那你如果再往北走 那你就会碰到一家邮局 那邮局的隔壁那家呢 叫做神龙市大药房 哎 结果呢 香港的去城市 把这个总代理权 授给了神龙市大药房 那这个神龙市大药房 是谁的经营呢 是彰化西湖人 啊 它叫乌士船 那么乌士船呢 它十四岁的时候呢 然后到园林 这个当彰化的园林 当药房里面的学徒 后来呢 又到台北市的渠城市大药房 学习 这个怎么样去调制成药 蛮有趣的 它原来是渠城市的员工 那后来呢 在1928年 也就是日本日治时期的 赵和三年 自立门户 因为这个人啊 非常精通西药啊 所以呢 他对于这个西药啊 因为很懂 他就进口了香港的西药 跟他有一些这个化妆品 那根据后来 他的后人的乌志贤的这个 其中一个后人叫乌志贤 他回忆 他说啊 当时啊 还在今天的这个 严品区贵德街啊 开设这个制药工厂 那产些什么东西呢 产自这种神龙散 啊 什么叫神龙散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什么 金石智味肠药啦 什么之类的 就是专治胃痛 长脚痛啊 等等症状 还有叫肺臂灵 啊 这个肺臂灵 不是管臂灵 哈哈 肺臂灵 管臂灵是立委啊 肺臂灵呢 是指他的肺啊 一定啊 很灵 啊 就是专门治伤风啦 啊 感冒啦 还有咳嗽啦 这些症状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叫信仁经 啊 信仁经做什么 作为 冲泡这个信仁啊 如果你要做信仁汤 那你就可以 跟他买这个信仁经呢 信仁经呢 是拿回来冲水啊 他就可以治这个润喉啦 治这个咳嗽啦 等等啊 还有信仁路 当然也是 鹿跟金 金跟鹿 大概一个是粉嘛 或是一个是 啊 筷状 啊 那么就是 也都是专治咳嗽跟润喉啦 啊 还有呢 九一四药水 哎 这个东西有趣了 什么叫九一四药水 这个是治啊 治疗这个花柳病跟性病 哈哈 这个蛮有趣 这个现在也看不到啦 看到到 真想要看看他这种药水盗 真的是不是 啊 这个长得什么样子啊 啊 有没有效 不知道啊 得个 得个性病来才有办法去知道啊 哎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一些成药呢 他就送到各地的邀请去接受 啊 或者呢 他是成为这种啊 药饭啊 配送各地呢 这个有些这种家庭 直接到家庭里面去啊 去去推销的样子 所以呢 成为这种家用的 备用的这个成药 那么到了二字世界大战的末期啊 啊 也就是台湾就是战后的初期啊 啊 那他的东西呢 开始呢 经常在这个广播电台啊 啊 这个 就是买广告 然后制作广告 所以那个时候的药物啊 药房的这个业务 非常的繁忙啊 那生意呢 啊 那当然就是门顶落势啊 车水马龙啊 啊 所以 那个时候的这个 呃 这一家呢 神龙寺大药房的 他的这个成药卖的很好 那 可是 就是可以从那个时代 因为台湾人是 是非常喜欢吃药的啊 呃 有药 有成药也 也好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啊 这一个 屈臣室啊 原来这个屈臣室啊 他现在 后来他的这种 呃 他什么 他的什么屈臣室的药呢 变成 呃 变成 总代理权啊 变成神龙寺啊 那这一位 李启俊呢 他到了1926年 他那个时候也没有 虽然没有拿到什么 所谓的总代理权啊 可是他的生意还是非常好 那么那个时候 报载啊 这个 报纸上讲啊 他说香港屈臣室的药品 非常有效 而且特别适合啊 这种华人的气质 哎 什么叫华人气质 搞不懂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 而且啊 那个时候由李启俊啊 啊 这个 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屈臣室的时候 那是全台的所有啊 这个有关于屈臣室的药品 都是请这个李启俊 来专门经营 可是到了1934年啊 这个香港区城市本店啊 就跟法院提出告诉 那告诉什么呢 控告台湾的这一位李启俊 擅自使用该公司的商标 那这个商标呢 目前如果你去看呢 你就看到 这一个目前的这个建筑立面的外墙 啊 三楼啊 上面的这个立面 那你看到呢 有啊 有一个飞龙 跟有一个叫麒麟 那么他就复卫了一个七层宝塔 啊 这个图表 这个图腾呢 就是他的这个商标 而且呢 旁边还写这个啊 龙龄半塔为记 别人不得貌孝 貌孝就法貌的意思啊 那最后呢 因为告了告去啊 哎 这个李启俊呢 告输了啊 告输了 那么现在所以啊 这个区城市啊 就跟这个神龙大药坊 两边合作 那合作什么呢 合作是我现在呢 这个就是以你为主 所以呢 我们开始呢 常力放送 就是说你是正宗的这个 总代理 啊 所以呢 暂且呢 台湾的区城市别无分号 就是神龙啊 大药坊他在做的 那么 李启俊这个 他的儿子啊 叫做李毅仁呢 他是日本长崎大学的 药剂系毕业 那回来以后啊 他就想要重振 这个 这个家风嘛 要专业去经营他 因为他是长崎大学的 这个要继续毕业的 可是啊 那时候啊 就是刚好啊 这个一团混乱的 就是刚好是在战乱的时候 所以慢慢的 这个要经营 也很难经营啊 那到了这个1996年的时候啊 这栋道楼甚至呢 发生了火灾 那么一直到2005年呢 才由这个市政府呢 把它列为古迹 那么 这个蛮有趣的是 就是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列为古迹的时候 刚好找到了这一个李家的后代 李家的后代呢 已经不是药剂师跟药都没关系了 但是是一个建筑师 他叫李重建 请他来 这个刚刚满有趣的 这个名字叫李重建 不过是 崇拜的崇 然后李重建建筑师 崇拜的崇 这个不是崇建 那个什么崇 然后把它整个崇建起来 崇建起来以后啊 您除了这个商标以外 连这个公司航号 那个叫什么Wassens 那个也全部英文的 都给它写上去 不过啊 它不是现在 你不要跑到那边去啊 它现在不是去城市 它只是说 印证了 那一个时代 也就是在日本时代 台湾就已经有人去城市 现在是由 有一位叫周逸臣 也就是 野百合学运的时候的 一位年轻人呢 到现在他在经营 经营了这个小逸臣 心意也非常的好 那里面卖咖啡啦 一楼 我记得还有卖书啊 卖一些关于大套城 跟台北的书 嗯 所以呢 呃 好在啦 这个地方整个已经恢复了 所以呢 这个是 有了古迹 才让我们 知道说 台湾曾经 有个 有过这样子的 药坊的故事 蛮有趣的 不是吗 好 啊 今天 呃 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呃 很高兴大家的收听 下个礼拜 记得同一时间 哦 记得再来 呃 我是渔夫 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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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